哈喽,我是追求快乐,不追求完美的小无界 午饭和我儿子去睡觉了 我就称这个空当做一个蛋糕 今天呢,我准备了这些食材 看一下啊,一个酸奶 任何的酸奶都可以,任何口味都可以 然后20克糖 100克牛奶,加上几滴柠檬 还有一个Plat flour 就是低筋面粉 四个鸡蛋 工具呢,就用到这个烤面包的 烤面包的一个模具 下面铺了一张硅油纸 还有一个打发蛋清的机器 好,就这么一些,很简单 现在我们就开始来操作吧 OK,把蛋黄 牛奶 酸奶 跟面粉一起搅拌均匀 搅拌开 搅拌成糊状 就像这个样子 看一下 像这个样子 好了,现在我们来打发蛋清 打发蛋清的时候先用低挡,低速把它打出一些浅的泡沫 好,看一下 就像这个样子 然后呢 加入一半个糖 我们再用高中速继续打发 OK 然后再加入另外一半的糖 再加入刚刚我们准备的柠檬汁 加柠檬汁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它的蛋白打发的会更好更蓬松 好,现在我们用高速把它打发至坚挺为止 好,OK 差不多了 大家看一下 类似于这个状态 这种状态 OK 拿进看一下 现在我们就分批次把打发好的蛋白 装入到 拌入到我们刚才搅拌好的面浆里 轻轻轻地搅拌 好 把剩下的倒进去 现在把它全部倒入蛋糕模具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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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5-2-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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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蛋糕放进烤箱 这份蛋糕在烤的过程中它会胀起来 可能会裂开也可能不会裂开 只要看运气 我的技术不是很好 但是我想说做蛋糕的过程 至于结果是否完美就不那么重要了 好了鸡蛋糕烤好了 很香 只是你看四周裂开了 不是很完美 不过并不影响口感哦 好松软哦好香哦 等一下慢慢切开来 被扯掉了一大块 看一下 小刀 有点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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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滑